我们人类有5500多种语言 但有一种简单的语言是世界通用的 这就是空袭警报 在1940年的伦敦街头 这个声音代表亨克尔111或者荣克88轰炸机正在靠近 在2021年的特拉维夫街头 这个声音代表火箭弹正在从巴勒斯坦飞来 而在未来的某个时间 这个声音又代表一枚核弹头即将在空中引爆 能发出这种声音的最可靠装置 就是首摇式风罗报警器 他才是提醒人类最终会走向世界大同的语言大师 因此很多网友强烈建议 介绍一下这位语言大师的发音原理 说到发音 我们还要从世界最简单的发音装置 嘴唇说起 我们吹口哨时是靠口腔建立气压 让空气从上下嘴唇之间的狭缝喷出 气流向前运动时不断与周围的空气发生摩擦 形成了贴着气流的涡流 这些涡流受到两侧气压差的作用 将直线的气流推挤成蛇形 并且以大约40%的气流速度向前运动 于是这条气流蛇就摆动起来 变成了振动源 不断撞击周围的空气 形成疏密相间的压缩波 这就是我们吹口哨的声音 这种现象叫霞凤空气震荡 当我们在霞凤前再放置一个有棱角的阻碍物 蛇形摆动的气流撞击阻碍物时被一分为二 当气流上偏时 阻碍物在上方制造了更强的窝流 压差推动气流向下运动 气流下偏后又在下方形成更强窝流 推动气流向上运动 于是气流就在阻碍物的前缘 做更剧烈的上下摆动 成为一个更强的震动源 能够发出响度更大的声音 这种现象叫做边棱震荡 其中阻挡气流的边棱 发出的声音频率等于 气流速度除以边棱前缘的直径 我们通过嘴唇间的霞凤 向笛子小孔的边棱吹气 或者向瓶子口的边棱吹气 都会由于边棱震荡而发声 但这个声音的频率 实际上是霞凤和边棱的震荡呕合而成 趋近于0.2倍的气流速度 除以霞凤到边棱的距离 但是我们发现瓶子里装的水高度不同 吹出的音调就不同 原因是边棱后面的一段空气柱 由于受到边棱震动源的激发而震动 因此声音的最终频率 是空气柱 边棱和霞凤震动的呕合 而呕合的结果是 边棱震荡频率 被迫与空气柱的固有频率一致 因此最终发出的音调 就是这段空气柱的固有共振频率 所以瓶子里空气柱越短 固有共振频率就越高 导致吹瓶子的音调跟着升高 由此看来 用气流发声的秘诀 就是制造一个震动源 并推动一段空气柱震动 于是有无聊人士 在一个圆盘上转了四圈小孔 最外圈48个 第二圈36个 第三圈30个 最里圈24个 各圈小孔的数量比是8比6比5比4 然后让转盘转起来 用气枪吹小孔 这个动作导致圆盘后面出现了脉冲喷气 也变成了一个震动源 于是激发圆盘背面的一段空气柱震动发声 可以听到音调是Do Me So 无论圆盘转速如何 这四个音调都不变 这再一次证明了声音的频率 并不是震动源决定的 而是圆盘背面空气柱的固有共振频率决定的 既然如此 我们就用几片平板做一个离心风扇 旋转时推动叶片间的空气跟随转动 在离心作用下被甩出去 于是这个风扇从中间吸气向四周排气 而气流排出时既有镜像速度也有切线速度 此时只要给这个风扇的外壳均匀地开上排气口 气流排出时就会撞击排气口边缘 发生了前面说的边棱震荡 导致唇口处的气流变成了震动源 激发排气口附近的一段空气柱震动 而这段空气柱的固有频率 就是这个风罗报警器的声调 大多数防空警报器的声音频率是500赫兹 如果改变风扇转速 则震动源的震幅也随之增减 导致空气助攻阵发声的响度 跟着提高或减弱 就变成了谁也不愿意听到的空袭警报 在世界各地都有爱好和平的玩家 正在省市检用地研制各种款式和功率的风罗报警器 无论白天黑夜 他们都会不辞辛苦地在大街上测试 这些可敬的人们凭借一己之力 默默地给方圆几公里内的邻居们 带去一份安宁的守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접 客人